前两天张王子都被这颗图杀了 太惨了 这张王是大寒的地 怎么说啥就杀了 听说他是叛乱了 该杀 真是该杀 这诺尔哈赤好狠性 诺尔哈赤如此杀戮重臣 不惜自断功苦 这绝非一般野心价可比呀 可是玉京跟在这么狠心的人身边 太危险了 放心 玉京他自有主意 胡图安告诉我们 霍普托在京师 玉京现在左右两难 他怕去了京师离开这里 会辜负了诺尔哈赤 这孩子心慈面软 定不会一走了之 是 况且现在他对诺尔哈赤 是崇拜有加呀 可是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呀 一切事物都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耐心等等 或许这局势会有转机的 是 爷爷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爷爷可不是什么 未捕先知的老神仙 但是我知道 一旦事情到了不能解决的地步 那就必须要 耐心等待转机 你 莲儿 练剑 莲儿 该练剑了 来了 我 爹 您慢着点 亮哥 水灵 亮哥 水灵 快来 伯父怎么样了 我爹的病好多了 好多了 那就好 好 我们再给他调理调理 一定会好起来的 刚才 我以为回到了小时候 我小时候 爹就是这么教我练剑的 睡着了 是啊 开玩笑 看你 我 算不错 好 开玩笑 不 走 拿下 好个胆大包天的刺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这一剑 势必要毁了大明的江山射击 拿了他的面具 熊天壁 对 老子就是大明辽东守将 熊天壁 大明守将 走狗 你身为汉人 竟帮金人捉拿于我 要不是你 我已经杀了奴尔哈赤了 带下去 是 你们杀了我 二十年后 我还会回辽州报仇的 来 这 我 东方大哥 你每天跟着我采药制药 武功都荒废了 没关系 我练了十多年的剑了 也该歇息歇息了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没关系 只要你想离开 我肯定不拖你后腿 别瞎想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快回去照顾伯父吧 我要回去歇息了 水灵 怎么了 我舍不得你走 我就是上楼歇息一下 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有种感觉 你见不到你 我这心里就发慌了 你呀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残忍了 都是因为你呀 亮哥 嗯 其实 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了 我是 来 打赏